說到西方國家各式各樣的軍援的部分 因為其實提供的武器多到貴亞 其實也背不起來了 那個太專業了 不過我們來看一件事情 多半都是什麼 是不是前面都有個反坦克 反坦克系列的非常非常多 那反坦克的意思就是說 你來一輛我打一輛對不對 那現在在俄羅斯 他們坦克的狀況究竟如何 俄羅斯的坦克 總共現在損傷了超過850輛 那俄羅斯號稱 他跟世界號稱 其實紀錄上他大概是3000輛不到2000多輛 可是他對世界號稱說他有萬輛的 對啊 我記得他的數字是破萬的 他有那個鋼鐵洪流有萬輛 後來其實很多的網民就開始搜 到底他的戰車在哪裡 終於找到了 他在馬拉爾山 這個馬拉爾山 他有一個非常棒的一個戰車博物館 那戰車博物館四周 真的真的都有萬輛以上的戰車 都已經拍出來 可是他真的叫鋼鐵洪流 因為都是紅色的 都是紅色的喔 對 因為被燒過會生鏽 對 所以說他那個是 我以為是因為他們是 不是說什麼紅色堡壘 他們就是說 奉產黨的標誌就是紅色 結果不是因為生鏽喔 生鏽 而且戰車一般來講怎麼樣會生鏽 被燒過才會生鏽 戰車沒有燒過不會生鏽 因為他外面的鋸鐵 有經過特殊的處理 他有杜一層洗 他不容易生鏽 那只有一個狀況 就是你被轟炸 燒過之後才會生鏽 氧化跟碳化 對 氧化碳化才會生鏽 所以說大家在馬拉爾山拍到 哇 真的不得了 他真的有萬輛坦克 真的很多 而且這些網民還抓出來說 有國寶級的T34耶 那是在二四大戰的時候 哇 坦克大決戰裡面是有參戰過的耶 T34居然裡面有 T34 850 對 而且他厲害的是 他這些T34 還是砲塔跟車身分離的 對 是在檢修呢 還是怎麼 還是報廢 最後網民再講 不是啊 你剛剛講的是伸手益處耶 你不是講說他的下面的這個 這個承載的承載系統 對 然後他的砲塔是分開的 分開的 那是大部分解呢 還是要做保養 不知道 對 他就是區分開的 那也就表示說 這萬輛坦克裡面 真正能使用的 也就是這2000輛啦 那已經由俄羅斯 全部都亮到第一線去了 那麼我剛才 大家都在談這個彈簧刀無人機 還有這個鳳凰幽靈 這個無人機 其實厲害不是在這裡 因為這還沒有人看過 現在所有的軍武迷都在搜尋 這一款無人機到底有什麼厲害 它為什麼可以這麼威呢 就是為什麼 它的航程增加 體積不增加 它以前的彈簧刀 就算600型 大概是一個小時左右 就要去自殺攻擊了啦 但是這一款不一樣 5倍 它可以在滯空時間 將近6小時 5個多小時 也就是說 大家可以看 我們現在包含我們國軍換的鋼盔 前面都有一個模組 好像要卡什麼東西 那我們都是空的 側面都有魔鬼災 那是幹什麼 我告訴大家 那是有用的 我到美軍的班尼寶機去參觀過 它所有的偵察兵 當這個彈簧刀無人機 打出去的時候 它前面類似夜視鏡的東西 它會搬下來 一個眼鏡可以看到 然後旁邊所吸的是一個接收型的微波小電腦 接在旁邊 然後它的手錶就是直接 直接會顯現出GPS的影像 它這個無人機飛上去 你說這一兩個小時的時候 它會指示出很多目標 目標一 目標二 目標三 你要攻擊哪一個 就像之前我們不是看到畫面 我們肉眼看似樹蟲啊 可是它看到的就是 那邊有標的物 它直接給你框出來 它直接框出來 它是什麼樣的形狀 然後由這些 最前線的偵察兵 它把它的手錶 所接觸到的訊號 傳回指揮所 然後指揮所一看到 是重要目標 立刻下令攻擊 指揮所可以有兩次方式攻擊 第一個 由偵察兵 在最後飛行的30秒之間 由偵察兵決定攻擊 第二個 指揮所超越攻擊 我直接指揮來攻擊它 所以說這個為什麼說 大家叫做幽靈 它就是遊蕩炸彈 它在正常上到處飛 你想想看 我們哪一顆保定球 在地上滾可不可怕 沒什麼可怕 如果是一顆炸彈 一顆炸彈在地上滾 你不想踢到就會爆炸 而且這個炸彈還長眼睛 還會跟著你跑 這就是遊蕩式炸彈的概念 所以說美國這一次 對於烏克蘭的軍購多少 我想沒有多少 25億美元 那25億美元 大家想說美國有錢 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告訴你 烏克蘭一年的國防預算 42億美元而已 烏克蘭一年42億 它支援 它就支援了超過烏克蘭 現在全年國防預算的一半 再加上北約 再加上英國 這些國家加起來 已經是烏克蘭 兩年的國防預算 再加入了 所以說烏克蘭 它不缺人 我跟你講烏克蘭現在 烏克蘭跟俄羅斯 正在比賽一件事 烏克蘭在比賽什麼 武器到達的時間 有人啊 我的人都聚集到齊 都是訓練良好的 我就等你武器到位 那俄羅斯呢 再等人到位 俄羅斯不管是 身手益出的武器 還是那個紅色的 洪流戰車 他現在有戰車 可是他沒有人 因為沒有人願意 幫他打仗 因為他找的傭兵 一萬多人來 錢都還沒有付給人家 有些三千個人 都已經不見了 所以說這時候 俄羅斯他的誠信 出了問題 所以普丁 才會在任何地方 他看起來是 氣定神弦 其實他是快要氣死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國防部長 到底在幹什麼 我錢也給你了 武器也給你了 我的所有的指揮權也給你了 你一個馬力波都拿不下來 然後你還跟我講說 沒有了 只是小小的鋼鐵廠 所以到目前為止 美軍對於整個烏克蘭的資源 超過25億美金 而且那是資源而已 還有包含很多先進 包含為了烏克蘭而打造的 包含這一款無人機 為什麼要飛這麼久 因為烏東地區 大家剛剛都講了 它是無險可守 它是平原 那如果你的飛機 只能飛40分鐘 30分鐘上去 那根本還沒有飛到定位 就掉下來了 對 所以說 因為是平原 所以我設定的 這麼長途飛行 而且自動定位 鎖定目標的 那當然我覺得 不久的將來 大家可以看到 這款無人機 就會陽明在烏克蘭的上空 這款無人機